受到Delta变种病毒影响 屏东县芳疗医院被迫清零暂停营业 经过16天之后 今天早上终于恢复正常营运了 一大早在门口外 民众就大排长龙 还有民众抱怨自己排队 等了一个多小时 而在停业的这16天内 医院除了扩大清销 进行环境检测 院内的全体员工 也前后完成了三次的PCR裁剪 都是阴性 受到印度变种病毒Delta影响 屏东芳疗医院停业16天后 从14号早上8点开始 恢复正常营运 一大早门诊入口处 民众就大排长龙 如果他有检讯的话 检讯就是说今天也没诊的 我觉得应该刚开始 应该也最干净的时候 医护人员全副武装 做好万全防护 依序指引民众进行体温两侧 进入医院 由于回诊的人潮实在太多 有民众抱怨自己在外面排队 等了一个多小时 对 这么白 你两台两台中 检讯得比较紧紧 这老人不敢去驾 当时因为确诊果农 和多名染疫者 都曾进出方疗医院 医院从上个月28号 紧急停证 直到7月13 这16天内 医院全体员工 一共327人 前后做了三次PCR筛检 都呈现阴性 加上院内没有新增确诊病例 符合服业条件 空间的一个裁剪 也都是阴性 包括急诊跟门诊的裁剪 地板或者是桌子 检查桌 床 全部都裁剪 都是阴性 该院已符合 回復常规作业条件 并于今日 也是7月14日早上8点 营运 提供急门诊服务 在重新营运前一天 清洁人员 已经针对医院内外 进行全面性大消毒 现在医院 可以说是 非常安全的状态 让民众能够安心 进行回诊 也为这波疫情 暂时划下据点 借苏市委屏东报导